马亚书带儿女去理发,爱登和米亚颜值超高,长得太像洋娃娃。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,马亚书竟然毫不吝啬地分享了一双子女的近照,并风趣地说道,记录,小的时候最怕剪头发,怕坐不住,怕头发茶,怕剪刀,现在完全不是事儿,照会儿镜子,玩会儿游戏,背首堂尸,一切完美。 根据照片的摆放顺序以及米亚的发型来看,前面两张应该是理发前所拍。 米亚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儿,戴着墨镜笑得跟朵花儿似的。 米亚的头发丝很柔软,戴住一点自然卷,相当的有淑女气质。 米亚的头发丝,搭配一身蓝色的牛仔衫,看起来很阳光。 米亚的头发丝,一直以来都觉得弟弟特别有个性,记得冬天的时候外面在下大雪,他撑住伞走在小区里,偏要等太阳出来了才肯回家。 米亚的头发丝,平日里爱登很少笑,走的是高冷路线,大概平日里偶像包袱不轻呀。 米亚的头发丝,爱登调皮地把眼镜放在了鼻孔下面,嘟住小嘴,可能又有情绪了。 米亚的头发丝,爱登英气的眉毛天然去雕饰,睫毛浓米,有一种自带眼线的感觉。 小家伙帽子反戴,一只手拽住黄色小汽车,一只手扶住墨镜,这么一个帅自了的。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理发时间了。 米亚的头发被吹得笔直,还剪了齐刘海,眼睛和瞳孔都特别大,鼻梁又高又挺,樱桃小嘴十分可爱,还有尖尖的下巴,整体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商场里卖的洋娃娃。 网友直呼米亚漂亮,长住一张高级脸。而玛雅书却只归功于自己拍照技术进步大。 如今理发还知道照镜子了,说明宝贝们也形成了一定的审美意识,大概也为自己的盛世美颜给清到了吧。 更值得称道的是宝宝们都会背唐诗了,玛雅书看起来充满了自豪感。 爱登年纪比较小,又是男孩子,所以会比较好动吧。 唯有玩手机才能把这段理发的时间熬过去。 爱登的小脸充满了肉感,还被一只大手给托住,以防乱动,超可爱。 爱登目不转睛地看住手里的手机,这睫毛简直腻天了,又浓又腻又长,跟一把扇子似的,真是睫毛巾啊。 确定不会挡住看动画片的视线吗? 网友猜测图四的手是巴巴的手,结果玛雅书的回复真是太幽默了,毛毛低。 最后两张应该就是小朋友们理完发之后拍的了。 。 米娅的照片都不需要,美颜就已经这么美了。 果然混血宝宝都那么漂亮。 这样的高颜值女儿麻烦给我来一打,谢谢。 爱登看住镜头似乎有点羞涩,长得越来越像爸爸了。 不得不说玛雅书真的是很会生哦,一双子女简直就是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和公主。 不知道玛雅书每天面对孩子们,会不会有一种生活在童话王国里的感觉呢? 希望玛雅书能一直生活在这梦一般的世界,永远幸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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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